4.吞咽困难 然后就随着我的拖延这样子在动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边也是会很紧绷的感觉 有时候晚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会跟不舒服 有时候甚至里面在痛 然后就会醒来 醒来就会有点紧张 不知道我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 因为我也没有再去做检查 所以我不知道里面是好的东西还是不好的 我也不清楚 那你会不会考虑以后要去检查 目前我家人有跟我讲说 你先去检查 做穿坡看看 先手看看 然后先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然后再来再用原始 那但是我对西医比较排斥 因为这次拔牙之后 我觉得我的副作用很大 现在整个这个这边都在麻 拔完就麻到现在 你什么时候拔牙的 1月6号 今年1月6号 那已经现在今天是12月快底了 将近一年了 那你从1月到12月 怎么会到今天才想过来 我之前就有过来 半年前 半年前 有过来那我想说 因为我其实接触原始点 大概有三四年 但是我是在家里 我自己在用人工手肘 然后自己没有喝姜汤 我想说自己试试看 但是有时候好像有比较消远 有时候又比较肿 那后来觉得这一阵子 又觉得比较不舒服 想说来这边看我到底是哪边 出了问题 因为你这个会滑动 我看起来应该不是 因为如果它固定不移 比较很明显 那在周围找 但是你看这里周围都不明显 所以我建议不要在这里找 直接从大开关 就是头部原始点 这样按 然后整骨下沿 然后顶多就是颈椎再按下来 那这个部分 等一下还会再帮你做一次好不好 那按完之后 我建议这里要尽可能涂姜粉泥 然后温敷 尤其现在天气也变凉 不要熟 到现在也12月了 也8个月了 所以如果这样年续你可以来 看看是两天来一次 或每天来都没关系 那我就叫专人 我们来直接追踪你 然后看几次之后 你那个吞咽有没有改善 这里在吞口水的时候 就会跟着拉紧 这个位置 就是跟着拉紧 那但是这边嘴 这边嘴唇的时候是麻 那有时候我原本没有很麻 也没有很紧 然后我按了之后 按了就是这个地方 我就会觉得我的嘴唇更紧 所以等于刚刚按了麻 跟吞咽都没有改善 是吧 明显 对没有明显 我再帮你按一次好不好 这一点 会过 好 你忍一下 因为你这里还麻 所以我认为头部原始点一定要按 也就原来那两点 那他说没有感觉 我们可以按深一点 记得啊 你痛的时候我差不多三四秒 我就 我不会按很久 这两点 痛 你麻是麻在这一边是吗 对左边 因为我把左边的拉紧 了解 所以这一边反而不不大痛 对不对 我力量其实是一样 好 这里是不是痛 不痛 那你 紧这下没有想象那么严重 你现在先感受一下你那个嘴唇麻 还是疑难还是有改善 没有改善是吗 那如果没有改善 那个麻就是换处体伤了 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局部已经受损了 因为以我的力量那么深下去 你还是一点改善都没有 那就真的是局部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越楼它会越麻 会觉得更麻 对 所以这里反而要加强温敷 那你那个吞咽的困难度 现在有没有改善 还是有 但是可能有比刚刚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而已 那可能就真的要追撞了 你这里麻是吗 你麻的地方 对这一块 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 你这个嘴唇这边 那最主要就是麻 麻还可以接受 有时候它蹲蹲 有时候会咬到嘴唇 然后再来就是我比较担心 就这个这个肿块 这个地方 然后觉得有时候 真的好像也比较重 因为我也不知道正常应该怎么样 那我没有去检查我不知道 好 你暂时都不要检查 那检查很麻烦 有时候又要切片有的没有 那上次你已经这样又受损 然后已经一年了 我怕又搞一搞 又搞出其他的问题又更麻烦 对不对 尤其这一点 就是这一点 好 这一点很明显 这一点就不痛 对不对 也是会痛 但没有那么痛 就是这一点特别明显 这一点 这一点轻轻碰就痛 那你等一下涂姜粉泥 这里再帮它加强 尤其这一片 我们局部也帮你温敷 看看这样的效果怎么样 你昨天做完之后 那今天感觉怎么样 昨天做完的时候没有特别改善 但是今天我感觉就是昨天这个麻跟颈的部分 跟我吞咽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有好一些了 有改善 应该是说颈 就是说我昨天是麻的部分是还好 但是就是这个 昨天是这边感觉很紧 但是今天感觉这个紧的部分是有改善 比较明显就是吞咽 昨天吞咽就觉得有异物感 就是整个吞口水 然后那个异物感就跟着在里面这样子吞 那今天感觉吞口水的时候 那个异物感是比较减轻的 是有改善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患者他本身也学过原始点 但因为他喉咙都有异物感 而且他感觉是好像肿瘤在里面 那他因为牙齿拔掉之后粘眼麻 所以他不大敢再去西医处理 所以直接就过来 那我也有帮他按推 当下按推好像改善不明显 然后也有涂姜本铃 但回去他继续做 隔一天回来 他就跟我们讲 确实吞咽方面就有改善 但嘴巴码还是没有改善 这个可能还是要继续追踪 但也可以证实吞咽困难 很多重病患者 我们以前也常看过 一般解症都要从整骨下延 效果才会比较好 好 那这个就补充到这里